今天行政院可以講說 我為了什麼順應民意啦 為了什麼林義雄之後 我可以不要讓何思商轉了 那請問那時候 你憑什麼講說會破產 你為什麼憑什麼 可以在國會電台上面講說 我願意辭下台 如果是這樣 官員自己的態度 就這麼的模擬良可 你怎麼讓民眾說服你啊 所以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在現在的中華民國 台灣我覺得只有真正的 把正確的資訊 完全的揭露給這個民眾 才是正途 我想我們可以被政府官員 糊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覺得所有的執政的官員 一定要體察這一點 所以剛才那個 我們仁俊講說 到底是要聽經濟部的 還是要聽台電的 問題是我們現場 立法委員羅淑磊的意見 就跟這個官方的台電 跟這個經濟部不一樣啊 就針對有沒有缺電這件事情 因為經濟部已經跟你說了 可能你兩年之後呢 就會有這個缺電的這個危機 之後可能就要限電 可是羅淑磊委員說有啊 我們現在要五座 正在擴充的活力電廠 有沒有 包括什麼林口深澳大林 通宵大潭等等的 這些的總發電量 就超過了核能電廠 你現在看嘛 可是這個難道台電經濟部 不知道嗎 為什麼他可以真言說瞎話 我不懂 所以我們就搞不懂 他們到底知道 那難道你這幾年來 台電花了九千多億 那是丟到海裡面去嗎 那這個九千多億的效率都沒有嗎 你們在立法院 應該有質詢這些台電官員 那就不能夠這樣子講話 有啊 我們追尋他 他說對啊 因為預算書他編了啊 我們完全所有的數字 都根據他的預算書來的嘛 你看看嘛 為什麼我們說他不可能會缺電 因為現在沒有核四嘛 這是台電的預算書 他這十年來 就這幾十年來 花了將近九千億 去做一些原來的電廠的整修或增建 你看看有什麼 有張光火力第一二號發電機 有林口電廠 還有深澳大林有這麼多電廠 我把它匯從這樣的一個表 你看看張光火力發電廠 它是一個新建 我們總共花了多少錢 花了五百多億 他去做那個新建廠 他可以增加一千六 就是一千六百千瓦的電 林口 林口原來是兩個機組 變成三個機組 有人去參觀過之後 他現在蓋很大 我都是從他的預算書 對 他原來兩個機組的花電量 是九百千瓦 現在變成兩千四 也就是說他可以增加一千五 你看看深澳電廠的擴建 原來是四百千瓦 現在變成一千六 增加了一千二 也就是說他的這些電廠 假如如期完工 你看看他本來原來張光 他是一百零二年要完工 可是他現在是因為他說什麼 有些碼頭的問題什麼問題 因為他沒有很積極 台電就為了核四 他可以把他在新建當中的這一些 花了九千多億 已經都在蓋了 不積極的去蓋 不積極的去整修 去克服那些困難 那你看我把它算過 你原來的新的花電 跟他增加的花電 他可以增加七千八百八十二千瓦的電 那我們核市場只有兩千七 核一核二核三加起來四千 總共六千七 他已經全部給涵蓋了 假如你這些都如期完工 我們假如都如期完工 你就可以怎樣 你就夠了 我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委員這個是非常專業的說法 觀眾朋友可能聽不懂 我現在講簡單 經濟部跟台電為什麼會有落差 台電是預估最高值 因為他要供電 他要賣東西 他說這市場好大好大 這市場需求這麼大 說我要用這麼多電 經濟部不敢亂講 因為經濟部知道市場在萎縮 買電的人沒那麼多 因為產業是可以清楚知道 我們現在產業的用電是在下降的 台電預估只要上升 所以台電希望是供不應求 說我要生產生產 經濟部告訴你說 你可能供過於求 至於用什麼發電用什麼東西 那是很專業的東西 可是我要告訴你就是說 大家都點出一個問題 核四現在是不存在的 現在的狀況是可以因應 未來的狀況 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你要預期未來的狀況用電量 你才能夠去估那個預定值 可是台電為什麼要這麼大 你剛問了 問你說9000億花那麼多基礎 我就講最簡單的 我們基層的抽水戰 曾經我開了一個預算說 為什麼要新訂一個基礎 他說那個基礎的預備 是萬一這個基礎壞掉了 要用那個基礎 我說你們備料 不應該被整套基礎 很簡單就叫採購 我又把它講完 一套基礎採用備料 就是一套備料 兩套基礎採用備料 就是兩套備料 你可不可以一套備料 用一套備料 可以的 我不敢說貪污 而是叫浪費 你知道 明你好像整個弄錯了 我們現在是 我們的經濟部說 我們是要到 我們是2019 1618 1618就會限電 他認為說 經濟部是估收 兩年以後 兩年以後 那台電是說 我是要到2021月 所以說台電 反而認為說 我沒有那麼快限電 所以我們經濟部 照講應該是 台電那麼比較準 不過現在我們就不要 不要去細舊 到底是台電說得比較準 還是經濟部比較準 因為搞不好 他們兩個都是不準的 所以我們就希望 我們的民間 或者是更多的專業機構 我們來提供各種的數據 我要請這個洪富民事長 回應一下 如果針對台灣沒有了核四之後 到底會不會出現限電 這些事情 你們是從什麼角度 去蒐集你們的數據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說 會不會限電這個事情 其實限電這個概念 我們應該把這個概念 先講清楚 限電這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電力系統裡面 分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供給端 一個是需求端 所以是在供給端 不夠需求端的時候 才會有所謂缺電的問題 所以一種討論是說 如果核四拿掉 我們供給端可以補上什麼東西 來去處理它 可是另外一個 其實我們發現更重要的事情是 需求面的事情 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解決跟壓低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跟大家講 我們剛才其實講到電價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 大概有七成的用電 都是工業這邊在使用的電價 所以其實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來看待 工業用電 是不是足夠的效率的問題 我這邊其實有一個手板 我給大家看一個事情 我們過去常常在講 工業電價低於民生電價的時候 台電就會跟大家出來說 全世界都是工業電價 低於民生電價 所以這沒什麼好講 可是我跟大家講 全世界恐怕只有台灣 是工業的售電的價格 低於發電價格 也就是你賣它一度電 我們就要賠一度電 所以這邊其實給大家看一個事情 我們整理過去 幾乎是五 六年來的資訊 你會發現每年照理來說 賣電的價格應該大於成本 對不對 這才會有一個賺錢 這是一個合理的循環 可是我們每年賣給 發一度電 賣給工業 賠 每年都是賠 那累加起來 如果乘上工業每年用電的話 累加起來 這五年下來就是1500億 幾乎就是占現在台電虧損的大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資訊 很重要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在看 但我還有另外一個數據 當然比較專業一點 但我用講的 簡單來說就是 你會發現我們工業 在能源效率的使用上面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進步的空間 基本上我們現在在評估 包括是能源局出來的數字都是 我們的高耗能產業 在用電的使用效率 大概都有兩到三成的進步的空間 如果我們高耗能產業 在需求端 可以把兩到三成的電力 給節省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 缺電的風險 甚至我跟大家說 不只合一二三可以順利的除疫 我們都還可以再減少燃眉火力的部分 問題是這些節能的政策 節能的工具 政府想不想要用力的好好做 而且這些節能工具 我必須不客氣說 全部都是馬英九總統 在2008年上任的時候 承諾大家要做的事情 但全部都沒有做到 全部都不認真做 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蓋核式 好 洪副秘師長提到 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要去正視我們的需求面 也就是說如果需求面 大家可以降低 也就是說節能 減碳 或者是說降低使用的話 也許我們的供應面 就不會有所謂的缺乏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都講 其實台灣人的這個用電 用的還蠻兇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電相對於全球來講 好像是比較便宜的 到底我們台灣的電價 目前算是便宜還是貴 我們如果跟其他的國家 來相提辯論的話 我們怎麼樣看台灣的電價 在沒有了核能之後 未來我們真的要面臨一個高 所謂的能源價格的時代嗎 郁榮 確實 剛剛我們的來賓 在討論的時候 到底台灣未來會不會缺電 讓大家聽了 實在有一點點的擔心 萬一缺了怎麼辦 還有萬一電價真的貴到 可能我們會覺得 好像付出去這個錢 會有一點痛的時候 該怎麼辦 但是我們來看看 根據2012年的統計 其實台灣人的人均用電 這個用電量實在是非常大 在全世界還是排行在前幾名的 那到底過程當中有沒有浪費 也許大家必須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來看看 台灣我們以2012年的數字 來為基準做一個比較 台灣的電價是2.71塊錢 但是相較於日本8.1 韓國的3.2 還有菲律賓的7.7 我們都便宜非常非常的多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台灣人 好像在節能上頭 做得不夠確實 會不會是因為電價 比較偏低的關係 大家必須來思考 另外台灣的核電比例 正現在是佔了全部的發電18% 但是相較之下 其實我們並不算是低 但是也不算是特別高 但是大家都看到我們的電價 似乎好像相比2.7塊錢 在2012年似乎偏低了一點點 但是我們來看看下一張圖表 其實在2013年我們的電價調漲了 從2.7塊錢漲到了3.15塊錢 但是我們的政府告訴大家說 未來可能電價還要漲40% 雖然來賓都說聽起來像是恐嚇 但是如果真的漲這麼多幫大家算一算 我們平均每一戶家庭如果是四口之家的話 每一個月要多支出500塊錢的電費 一個月多500塊錢 一年就是多6000塊錢 這樣聽起來會覺得說在電費上的支出 好像真的偏多了 這還只是家庭的影響 不包括說你可能到大街小巷 你去買了小吃買便當外食族 可能你要花的錢就更多了 也因此電價要不要調漲 會不會調漲 其實牽一髮動全身 而且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別忘了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兩度調漲電價 當時就造成了什麼 所有的民生的物資全部通通漲價 很多的小車攤都已經漲了 所以民眾也是苦不堪言 我不知道蔡黃朗委員就說 電價是很敏感的 每次只要說要漲電價的話 其實老百姓就會相對來講 覺得非常恐慌 到底經濟部的官員這樣講 是不是合理 這些經濟部的官員 是無能又昏庸 立場角色分不清楚 為了要興建核四去恐嚇人民 是非常非常的惡劣 老實說 如果站在總統的立場 站在經濟部的立場 既然核四停建 已成為全民共識的時候 他應該立即站出來說 台灣不會缺電 即使核四不興建也不會停電 自由經濟貿易區正要開始招商 法案已經在立法院開始審查 你自己總統帶頭跟經濟部長說 我們會缺電 我們的電會漲價多四成 誰要到台灣來投資 誰要到台灣來投資 對不對 這都十頭 你知道嗎 我想得很生氣 我們的總統經濟部長 應該先站出來說 不會缺電 台灣很有電 我們有能力提供穩定的供電 而且電價 短期內絕對不會漲價 這個才是有為有所的政府 沒有錯 要穩定軍心 我們一再強調 還有十年左右的時間 很多的替代能源 都可以來做 很多人都說太陽能的發電成本太高 其實用屋頂型的太陽能發電 確實成本比較高 但是如果要大規模的太陽能發電的話 它是用平面地面站這種太陽能發電 它的成本可以降到每度1.97 再加上蘇佩電 大概每度不會超過2.5塊的成本 這個都是我們太陽能公司 幫政府都已經早就算出來 也把計畫送給我們的經濟部跟能源局 沒有人願意去專心的研究 比利時的那條高速鐵路 我們都從媒體上有看到 那條高速鐵路的太陽能板 就是台灣製造的 台灣有能力來充分發展 所謂的太陽能發電 現在核一 核二 核三 核四 他們總發電量佔所有的發電 大概18左右 只要有1萬2千公頃的土地 然後去發展太陽能發電的話 我們就可以補足 核一 核二 核三 核四 全部停役之後的 所謂替代能源的電源 那發展這個太陽能電的時間要多少呢 大概要5年 就是1萬2千公頃來鋪太陽能板 來用太陽能 綠能發電的話 只要5年的時間就可以達成 為什麼台電公司的這些人 為什麼經濟部的這些官員 從來不思考 就所謂核四核能發電之外的其他辦法 來補充台灣的電源 蔡委員 我要打斷你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我最近也接到了 包括有一些什麼以前的民意代表 還有這個太陽能的業者 寄了很多資料給我 我相信各位手上也掌握了很多 他們都認為說 其實我們發展太陽能產業 在台灣過去來講 它常常是過去股市領漲的標的 而且我們相對的發展 已經相對很成熟了 然後再加上有這個 我們的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認為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在台灣 自己就來收割 我們自己在太陽能產業 發展的這樣一個利益 那我也不懂 您在立法院不是也質詢過台電 他們的回答是什麼 為什麼從來不做 我們就來發展太陽能能源的政策 核能發電每度只要0.79塊的本錢 太陽能發電每度要高達4.6塊錢 那跟你算得不一樣 他一再強調 小規模發電當然是這個樣子 你們有經濟規模 那你如果大規模的去做 所謂的太陽能發電的話 事實上它可以壓縮到 每度只要2塊5左右 那這個就已經有經濟效益了 所以要達到一個經濟規模之後 它的成本才會降低 它可以提供台灣的整個太陽能產業 增加工作機會有4到6萬人 好 退 這個就跟我最近讀到的資訊是一樣 那我只是不懂說 既然大家好像都已經把它討論了 為什麼政府官員不討論 我開玩笑 我今天有在開玩笑講 我說因為太陽風跟水 它那個地的不會給回扣 所以他們就不喜歡去發展它